海北市聯誼仁愛院區不少民眾進出看診 但院內的專責病房卻護理師確診 讓看診民眾相當憂心 確診的護理師案17701CT值16病毒量很高 他在11號上午打第三劑疫苗 下午出現發燒喉嚨痛和肌肉酸痛症狀 誤以為是疫苗副作用 隔天早上通報採檢確診 頭痛然後有點青梢輕感冒的一個症狀 得到新冠然後全身性的反應幾乎是一樣的 確診護理師 匡列租屋處13人 朋友7人 當中13人還在檢驗中 曾接觸的超商店員 接種站 採檢站人員等人 列飛密切接觸者36人陰性 3人待採檢 本案院區聲明匡列專責病房接觸25人 和院內採檢都是陰性 但他照顧的4個病患中 有2人都是感染Armocron 而日前中心院區確診的2名護理師 都確定感染Armocron 指揮中心推測案17150 是遭到境外確診者感染 再感染到案17151 指揮中心認為可能是穿脫防護裝備時 有疏漏造成感染 有醫師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 醫護比不足惹得禍 提升的是病人的比例 接觸的頻率越多 被染疫的機會就會越高 醫護人員守在第一線奮鬥 如今卻不斷傳出確診案例 陷入染疫危機中 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指揮中心還是得儘快釐清原因 這樣 支持曹昭元 台北前方報導